首先这个网是一个3米6的一纸的网 小飞盘的 地上撒开的这个网的话 这是一个3米6的大飞盘的网 很多人都问这个大盘小盘哪个好撒 说实话在我的感受来 两个盘子都好撒 但是 有点区别是什么呢 小盘子你在撒的时候你要用的爆发力会大一点 盘子大的话 它的这个撒的时候 离心力大 它的 转的力度可以不用那么大 但是这两款网 两款盘子的话 它那个 下水的速度它有区别 链条它都是一样重 但是盘子大小轻重不一样 它盘子的浮位不一样是不是 所以说一般我们撒深水的时候 我们推荐是用小盘 在桥上往地处撒的话用小盘是很好撒的 如果你是站在比较边一点的地方的话用大盘 是不是 好了我们来撒一网 尽量把这个网撒在这个网上面 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开度 啊 一推一白 可以啊 但是撒的不是那么的重叠啊 撒的不是那么的重叠啊 两个网吧都是打开完来的是不是 给大家看看网头啊网的话都是一闪就开一开到顶的效果啊 我们家的网来都是定定做法 网头都是很大的啊 网线也很多 网头大是什么意思的 这这上面这一圈的网啊 网线多啊 用的网一比较长啊 剪掉那一节 上面那些打不开的那些我们才能做下面这些能打开的 所以说我们做网吧这个成本会上这个高一点啊 然后呢 做出来这个网吧重点也会重一点啊 嗯 做出来这个网吧 也要更好撒更好用一点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大盘一个小盘啊 小盘直径45大盘直径60 喜欢两个可以选择哪一个啊 每张网都是很好撒的 今天来分享一道家烧版的红烧肉 先把铁锅烧热 给猪皮烫至焦黄色 用热水清洗干净 用刀给它切成四方块 放入锅内 加入姜片 花雕酒 小葱结 开中火煮五分钟 煮出雪末 沥干水分 备用 锅内加少许食用油 放入白糖 以小火开始慢熬 熬成糖色为枣红色 加水 慢煮一分钟 煮好的糖色我们留着备用 糖色容易炒糊 炒的时候记得开小火 这回咱们锅内留点底油 把红烧肉进行轻微的两面煎制 记得只是轻微的两面煎制 千万别炸的太老了 煎好了以后 我们放入肉勺当中 控油 锅内放入炒好的肉 加桂皮 花椒 干辣椒 以及食盐 记得香料不要多 多了就吃香料味 少了咱们就吃肉香味 放花雕酒 开中火炒香炒透 倒入炒好的糖酱 开中火 进行短暂的熬制 当糖色以红烧肉 结合了以后 这个颜色就慢慢的出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加水 倒入高压锅内 进行中火压制 压制15分钟 平时喜欢吃梅干菜的 干豆角的 可以加点进去 吸油 而且真香 起锅的时候 加出姜片 放入炸好的红椒和蒜子 用中小火收汁 放少许白糖 增加回味 在锅里捅两下以后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咱家大哥们 拍摄不易 留下你们的小红心 证明你们来过 今天的红烧肉就分享到这里了 红烧肉的